这一段李淑青被陷害 最后得到忧郁症死掉 他太太上吊自杀 都是谁害的 孙隆害的 这个阴内小人害的 阴光大师怎么说呢 阴光大师说有这张嘴巴 信有此口何苦未致他遭祸殃 他说有这张嘴巴 为什么为自己 为别人造来这个灾祸跟灾殃呢 造狗亦孙隆就是造狗亦 不为致他做幸福也 那为什么不用这个嘴巴造狗豹呢 勿苦走 说话凶暴 如刀如剑 你勿苦骂人 嘴巴就像一把刀剑一样刺人啊 令人难受 那你这样听得很不舒服 很难过啊 孙隆就是造狗亦 造成李淑青 忧郁症他妻子悲愤 自杀 上吊自杀 令人难受 两手走 两头挑售是非啊 两手就是两边啊 挑拨是非啊 拨弄是非啊 小走勿人 大着勿狗 小事的话 勿人家的前途啊 大的话连国家都卖掉 大着勿狗啊 此事不行啊 这四个不能造啊 恶口两手 妄语其语啊 所以 慈恶里面 口业占四个啊 为什么现在癌症特别多 癌症就是那个病里面有三个口 下面一个三啊 吃肉也是用这个嘴巴 勿狗两手 妄语其也是这个嘴巴 走为口业啊 口业照老 口业如山 当然得癌症啊 此事不行 走为口业善 行者为口业误我 口业恶啊 口业恶啊 嘴巴可以照善 嘴巴也可以照恶啊 那么异业 英国大师说 也有贪嗔症三种 贪欲 惩慧于吃 那么一般贪欲呢 大概都偏向在钱财跟赦 钱财 田地 杂物 想通通归给我 越多越好 绝对不嫌少 钱绝对不嫌少 惩慧的话 不论自己是非 若人不顺己意 便花圣怒 且不受人以理议 成为什么意思呢 不检讨自己的试灰 假如别人不顺我们的意思 我们就生气了 便花圣怒 而且不接受别人的讲解 就是不受人以理议 愚痴的呢 不是绝无所知 不是就是说 他不仅是毫无智慧 就算他独尽世间诗 过目成颂 甚至过目不忘 开口成章 但是他不相信三世因果 这叫愚痴 他读尽世间诗 过目成颂 可以过目不忘 开口成章 但是他不信三世因果 他也不相信六道轮回 认为人死了神魅 仁慈了什么都没有 人死神魅 无有后世 没有后代 皆名愚痴 这叫愚痴 此三不行 这三种也不行 作为 愚痴 行者为愚痴 所以心可以造善 心也可以造恶 那叫愚痴 若身口意三略 通善之人 诵经念佛 比三略 恶之人 功德大百千倍 如果你身口意三略 脱能果是 通通之善的话 诵经念佛 你可以比那个三略恶的人功德百千倍 超过他 所以呢 应光大致说 他在感情篇里面讲的 霍虎无门为人之招 善恶之暴如影随形 立人记是立己 害人是你害己 就是孙隆害了李淑青 害人就是害自己 帮助人就是帮助自己 立人记是立己 害人是你害己 杀人之夫者仁义杀其夫 你杀人家的父亲 人家也杀你父亲 杀人之凶者仁义杀其凶 你杀人家的凶长 人家也杀你凶长 善事其凶者其子必孝 你能够去施控你的双亲的 你的儿子一定孝顺 善事其凶者其子必孝 你对你凶长很尊敬 我跟你讲 你的儿你一定互相尊重 这叫善事其凶者其子必孝 这个地方要念 其子必孝 善事其 如屋檐水 后必寄前 就好像我们屋檐下雨的时候屋檐 那屋顶上的水会滑下来 顺着屋檐水会滴下去 如屋檐水 后必寄前 后面的水一定往前冲 前面走这样 后面就跟着走这样 屋檐水就是这样 如屋檐水后必寄前 由事观之 孝亲近凶 爱人礼物 皆为自己后来伏击 印竹这段开始非常的好 有这样看来 孝亲近凶 爱人礼物 都是为自己将来 执下好的福报基础 借为自己后来伏击 你来生他事的福报基础 损人立即 你上天害理 皆为自己后来后本 将来下地义的原因是 你损人立即 上天害理 孙龙把李淑青害死了 把他的妻子害得上吊 孙龙 他难道不要下地义吗 他下一次不要烦命债吗 要烦 这就是损人立即 上天害理 皆为自己后来后本 人 人虽自已断五幸灾落后 屈凶辟己者 人再怎么笨 绝对不会幸灾落后 看到灾后来说很好很好 这叫幸灾落后 再笨也不会欺凶辟己 好的是他避开 坏的是他往前走 再笨也不会这样做 欺凶辟己者 我旧己所行 适得其反何也 可是偏偏他所做的 又干嘛适得其反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为什么他会损人立即 上天害理 以其未遇民理之人 因为他不懂的因果道理 他不懂伦理道德 没有遇到谜理的人 来教他 未必详细发挥因果报应之事 你故也 没有人来帮他讲解 这个因果报应的事情 天下不治匹夫有者 天下太不太平了 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一个人如果行善 世间就多一件善事 一个人造恶 世间多一个造恶 为什么现在会共业这么严重 大家都在造恶 所以共业就严重了 一个人造善 天下就多一分响可 一个人造恶 天下就多一分灾难 大家都造恶 灾难就来了 天下不治匹夫有者 匹夫何能令天下祝福 个人怎么可以让天下太平呢 使天下之人同皆知因事果 这贪嗔痴心不治以自胜 如果每一个人都知道知因事果 贪嗔痴的心都断掉了 不会这么茂盛 不会这么自胜 这么强烈 杀盗淫业 不敢妄得 就不敢造杀盗淫妄啊 就不敢妄众辉伟啊 爱人利物乐天之命 心地既以正大光明 则虔诚所致 无枉不是光明之意啊 人人都能够爱人利物 人人都能够乐天之命 每一个人心地都光明正大 那么这个社会就相和了 前途就一片光明了 大家就有未来啦 无枉而不是光明的 那么 无枉而不利啊 那未来就是一片光明的美景 这个是印光大师续篇 《到光明之路细文》 有一本书内 善书叫《到光明之路》 印竹为他提细文 这里面的《到光明之路续》 这里面印竹讲出来 他讲得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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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